2018年的暑期档公斗剧《延洗功率》可谓是个重头戏 于正制作的这部剧并没有经过什么宣传 就上线了很多人甚至是不知道这剧的首播 只是在后期火霸道一度霸平了 连微博上的热搜也跟着它的剧情更新 街头巷尾追剧的随处可见讨论剧情的也大有人在 没有预料到的火爆让很多老戏谷再度翻红 像聂远 蛇师们还有秦兰等等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还有很多小配角也走红了很多 但是这部剧最大的赢家当属饰演魏英洛的吴锦岩 吴锦岩虽然在过去有很多作品 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没想到古灵精怪的魏英洛 被他演活了在剧中 他从身份卑微的秀女到宫女 再到令贵妃一路走来披荆感激坎坷曲折 但最后还是扳倒了纯贵妃和季皇后 给皇后报了仇 也成为后宫之主 魏英洛的人物角色特点鲜明戏份 也很多有很多情感戏在剧情里面 吴锦岩在这部剧中的古灵精怪的感觉 像是他的本色出演 所以给观众一种十分亲切自然的感觉 所以吴锦岩凭借着这个角色一夜窗红 从一直不温不火到了张红一线明星大咖 跟剧中魏英洛的角色命运 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因为《演戏攻略》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喜爱 吴锦岩现在的片源也很多不过于 正一口气给他拍了好几部的古装剧 比如说《浩兰传》和《赵哥》等等 而且宣传工作也做得十分的足 在《演戏攻略》 刚火了不久 《浩兰传》的官宣和发布会就紧接着来了 看来于正是借着吴锦岩积累的人气基础 继续宣传新剧 这是于正要在继赵丽颖之后 全力打造一个新的古装流量女星的节奏吗 不过 在《浩兰传》 《赵哥》面试前 没想到 由吴锦岩主演的当代现实题材剧 《万汉中生》线面试了 因为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作为流量女星的吴锦岩 当然要在这个潮流中分一杯羹 据悉 这部剧在十二月十一日 在未是已经上映 就目前的收视率数据来看 《万汉中生》的收视率还排在第三位 这部剧是讲述的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上海巷弄的故事 相对于古装剧来说 也让观众们换换口味 以免古装剧轰炸 产生了审美疲劳 有了这部剧的调剂 相信后面的《浩兰传》召歌 会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 《万汉中生》播出的剧集来看 吴锦岩把杜新美演绎的也十分的精巧 但从跟《沿喜攻略》 对比来看 虽然他演绎的角色 从古装剧到年代故事剧的画风突变 但他在这两部剧中饰演的角色 有很多异曲《通宫之妙》 虽然是从古代宫廷到上海巷弄 但是饰演的角色都是心灵手巧的秀娘 一个是古代秀女 一个则是采访 虽然看起来吴锦岩是个很多动的人 但是对于精细的采访 这个角色的驾驭 已经得心应手了 其实在小编看来魏英洛这个角色 之所以能够被观众喜爱 是因为观众们心里都比较倾向于那些 从底层摸打滚爬过来的小角色 那种任性和不服输的精神 可以打动人心 虽然后来魏英洛也有很多的心技和手段 但是观众还是很喜爱他这个角色 而在《外胎中生》这部剧中 杜新秀氏杜家的小女儿 有着母亲和哥哥姐姐们的照顾 难免有点小任性 但是她在剧中也是十分的心灵手巧 虽然是个底层小才法 但是他们心存高远 在某种意义上 与魏英洛这个角色的性格和精神很相似 对于这两部剧你有什么看法呢 已经看惯了五几年古装剧装扮的你们 对于《外胎中生》有什么想要说的呢 对于这剧情的推进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留言打在下方评论区 跟小编一起讨论八点关注不迷路 你们的支持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